多位民进党高雄市议员 促用着立委参选人李博益 前往市选委会登记参选 并且合力举起超级大杠铃 象征李博益扛起高雄 肩负左营男子的重责 送李博益进入立法院 李博益今天要完成登记 今天要来进军国会的准备 就是我们左营男子区 我由我们党团的议员同事们 要一起把博益送到立法院去 我想我们有信心 让李博益来守住左南这一席 来代表未来可以进军 我们国防外交委员会 来替我们高雄乡亲 整个台湾的乡亲 来守护我们国家的安全 李博益一票赖清德一票 民进党一票 我们民进党能够顺利的 在左营男子继续为大家来服务 对于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反对鱼叉飞弹射在左营 把国防设施视为嫌误设施 李博益强调没有国防就没有安全 这场选战将是战争恐惧 和国防安全的路线之争 他也认同同选区的立委参选人 郭喜揭发国民党立委泄露 国家机密仪式 我想我们对于这个国防 到底要不要设置 还有到底要给台湾人民 害怕的感觉 用战争来恐吓 或者是用国防来让台湾人民 有安全感 我觉得这是路线的选择 那郭喜他去揭发这个 我也觉得他有他揭发这个 浅见的事件的功劳 这个我们民进党还是对于国防的自主 对于国防的政策 我们是非常清晰的 要带给这个人民安全感 对于这个案件 大家都能够把心放下来了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在看 什么时候能够收压马文君 什么时候能够起诉马文君 针对左营男子接连停电 李博一表示 会要求市府协助民众向台电穷偿 也要求台电确实检讨停电原因 至于男子的停电 是非台电人员物数电力设施 应该要加强宣导防治 这个我们要更强力的要求 如果有造成任何营业的损失 或市民朋友的损失的话 那请我们市政府会要求市政府 帮市民朋友做相关的索赔 而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李梅珍 也在同一天完成登记 仍要求市府拿出魄力 确实向台电求偿 避免高雄大提电成为国际笑柄 大家如果真的能求偿 那大家当然拭目以待 但是问题是 在我们这样子左营的 这样的蛋黄区 可以在三天内停电三次 尤其是在高铁站跟百货公司 我是觉得说这种事真的太夸张 尤其高铁站是我们的门面 左营是海军重镇 立委选战掀起国防议题 成为各参选人攻防焦点 而停电能不能像战争一样有预计 也变成比喻的话题 让左南立委选战持续加温 记者王仲凯 雷长邦 高雄报道 Bright 比喻 雷长邦 空谶